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梁家业 在中华基督教会基传小学读四年级 我平时的爱好就是阅读 图书局老师就知道 有了这次全港性的阅读报告比赛 他就推荐和鼓励我去参加这次比赛 我自己也觉得这次的比赛题目 阅读很滋味、很有趣 所以我也决定去参加这次比赛 我叫曾佳怡 就读加上爱女神小学 我参加这个比赛 是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 一个叫阅读大使活动 然后老师就叫我参加这个比赛 大家好,我是康卓喬 今年十岁,现在读德王小学 企有幼稚园四年级 我参加这个比赛 是因为我至少都喜欢读科外诗 老师看到我有这个兴趣 就鼓励我参加这个比赛 我今次分享的图书是 《元气奶奶的创意集感笑》 作者是《童和季子》 这本书的内容是 是讲主角、元气奶奶 经常运用随手可得的材料 即兴创作美味的集感笑 这本书令我联想到 我和妈妈去煮食的趣事 而且给了我一些啟发 就是我们要尊重和珍惜这个食物 不要浪费 分享了一本叫 《风吹过苏米田》的一本绘本 它是讲一些贫穷的地区 所以它们没有粮食的悲惨情况 而相比较富裕的地区 那些人吃不完粮食 要倒掉它 就说明这个世界的粮食分配 也很不平等 我们得到一个啟发 就是我们不要浪费食物 要去珍惜食物 因为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吃不饱 今次分享的作品是 《Dom Plink Day by Mirror's Rehab》 作品是一系列的短片故事 串联在一起的 关于作者住的社会 和十个不同的家庭 一起做饺子 由准备和煮饺子 到餐桌上的对话 和建立友誼 我选这本书是因为 有和家人一起做饺子 有种快乐的享受 这本书又令我 要尊重和欢迎 和背景的人 作者又说到他们 包饺子的当时 互相学习和交流 在家的时候 我会怀着感恩的心 去品尝妈妈做的饺子 做饺子 当时我们外出吃饺子 有剩下的饺子 我们也会打包回家 留住晚上 再转成其他饺子 一起吃 用这个份量来买 而且吃不完 下一餐吃 如果你买得太多 可以分给隔壁鄰居 吃下来都可以 我会计划购物 可以计划 一个星期或一餐吃的饺子 依照这个单子 去买饺子 让他不要过多饺子 可能会浪费 除了写作之外 我们还可以利用绘画的方式 去宣传饰食 例如做饰食的海报 貼在班房上 提醒大家午餐的时候 也要尽量吃完饭 不要留下 可以拍一段视频 放上社交网站 然后可以谈计饥荒的悲惨情况 以及教人如何珍惜食物 我会用社交网站 或其他社交媒体 可以推广色色的文化 给其他人看看 可能会做一些挑战 让他们试图在家裡做 或者可以开一些攀音班 去教他们如何用正如的食物 做新的菜式